温美玲的真 陈玉莲的冷 张曼玉的翘 这些都是用来描述曾华倩的 但我今天却要用刁蛮任性来评价它 刁蛮任性的曾华倩 三段感情都已失败收场 皆因无法忍受曾华倩 故事主要围绕曾华倩的感情史来述说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曾华倩 刁蛮任性的曾华倩 三段感情都已失败收场 皆因无法忍受曾华倩 1965年曾华倩出生在香港 父母都是业内有名的医生 虽然家庭条件跟豪门没法比 但对于曾华倩来说 只要不是过分的需求 基本上是要什么有什么 父母极为宠溺这个小公主 简单地说曾华倩从小就有公主病 刁蛮任性的曾华倩 三段感情都已失败收场 皆因无法忍受曾华倩 时间一晃来到1983年 当时曾华倩压根对演戏 提不起任何兴趣 工资低 工作量大 琐事一大堆等等 曾华倩犯得着自讨苦吃吗 但她同学由于一个人太无聊 所以就拉着曾华倩去随便报考 艺人培训班试试 而曾华倩其实就是为了好玩 结果同学落榜 曾华倩因为长得太好看 所以极度顺利地 考进艺人培训班 此后她发现演戏还蛮好玩的 于是也就一直干下去了 跟她同班的有刘嘉玲 兰杰英 刘青云 吴启华等人 当然这些人中除了刘嘉玲之外 其他人都不是重点 刁蛮任性的曾华倩 三段感情都已失败收场 皆因无法忍受曾华倩 当年曾华倩美到什么程度 连亚式的男演员都专门跑来看她 而当时梁朝伟的颜值也很高 所以曾华倩看到梁朝伟后 第一反应是亮仔 之后天雷沟地火 两人很快就成为男女朋友 而此时同班的刘嘉玲 也成为了曾华倩的好闺蜜 看到这对金童玉女 高层都不忍心拆散 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别闹出太大动静即可 两人交往了一年多 梁朝伟当时事业正在起步阶段 而且穷人家的孩子更拼 所以尽心尽力完成工作 而曾华倩从小一时无忧 在她看来梁朝伟没有多陪陪她 言下之意就是心中没有她 梁朝伟又有点受不了曾华倩的大小姐脾气 养尊处优的曾华倩根本不懂她的苦 所以两人在一年后就分手了 之后在青春拆馆时 梁朝伟曾华倩因为同拍一部剧 所以又有所接触 之后发现彼此还挂念着对方 于是火速复合 因为根本矛盾没有解决 所以两人又很快分手 而此时梁朝伟恰巧认识了李美贤 同样也是个美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及好闺蜜刘嘉玲在其中调解 后来梁朝伟直接甩了李美贤 再次与曾华倩复合 就这样梁朝伟跟曾华倩的感情史 就是分分合合 对此刘嘉玲可谓操碎了心 两人的感情一直处于 时而甜蜜 时而破碎的状态 直到1988年 这一次梁朝伟跟曾华倩彻底拜拜了 因为梁朝伟的身边 出现了曾华倩的闺蜜刘嘉玲 1988年 刘嘉玲跟梁朝伟在花心大丈夫中音隙生情 简单地说曾华倩在这段感情中被迫出局 好闺蜜刘嘉玲横刀夺爱 面对采访 不认输的曾华倩曾说 是我甩的她 当天晚上曾华倩开车到梁朝伟家中 愤怒的她直接把玻璃全部砸碎 似乎她永远是对的 而且还如此骄傲 在曾华倩与梁朝伟这段多年的感情中 固然双方都有错 但曾华倩的刁蛮任性的公主病 并没有改掉 或者说她压根就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 就是因为曾华倩长得太漂亮了 所以身边永远都不缺乏追求者 比如陈婷威 早年陈婷威就追了曾华倩好久 最后两人在龙亭争霸中音隙生情 双方的感情也是时而甜蜜 时而破碎 可谁让陈婷威喜欢呢 于是双方的感情进展到了 互相见家长 商量婚事的地步 结果陈婷威不敢娶了 因为曾华倩要的太多 倒不是物质上的需求 而是陪伴时间 或者其他事情必须如她所愿等等 可以说两人分手的原因 跟之前曾华倩梁朝伟差不多 此后曾华倩在1996年 与富商林兆基完婚 并且生下一个儿子 就在众人以为曾华倩改掉公主病 正式成为贤妻良母的时候 幺儿子又出来了 林兆基好歹也是个富商 想养条狗都得经过老婆曾华倩的审批 跟朋友聚餐应酬 也必须得到曾华倩批准 有时候林兆基甚至被好友嘲笑 明明这么有钱 日子过得这么憋屈 可以说林兆基的一举一动 都得请示家中的曾华倩 连林兆基老妈来看看孙子 都得接受曾华倩的某些可可要求 可以说林兆基家中上上下下 必须让曾华倩称心如意 而夹在中间的林兆基 自然免不了跟曾华倩吵架 令人感到可惜的是 曾华倩一如既往的强势 她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 所以苦日子过了六年的林兆基 最终只能跟曾华倩离婚 两人的离婚不是某人 移情别恋 而是实在受不了 曾华倩无法忍受不听话的林兆基 而堂堂一代富商林兆基 也无法忍受自己过得如此憋屈 十个多年 有次刘嘉玲问曾华倩 你有没有检讨过 骄傲的曾华倩回答道 没有 我检讨什么呀 年轻时大家都是那样的 梁朝伟 程庭威 林兆基 这三人跟曾华倩感情破裂的共同点 就是她刁蛮任性的公主病 繁华已是容颜已老 如今54岁的曾华倩 一直是独自生活 没有了年轻时代的绝代容颜 再加上刁蛮任性的公主病 又有几个人能忍得了呢 只能说曾华倩空有一手好牌 却打得稀巴烂 此前曾华倩在一档节目中的状态 引来了争议 平日李妙宇莲珠反应机敏的她 仿佛像面瘫了似的 面部肌肉僵硬 口齿不轻 主持功力倒退 而面瘫加口齿不轻这种状况 很可能是中风前兆 有网友担心地表示 曾华倩身体出现问题了吗 没过几天曾华倩出席活动时澄清 当天表现大失水准 是因为太累了 又患了感冒 吃药后有些副作用 身体无碍 直瓜群众悬着的心 这才放了下来 在同学的生日会上 曾华倩与梁朝伟一见钟情 半年的培训课还没有结束 两个人就大大方方地走到了一起 当时执掌TVB的方亦华 禁止旗下明星 未经报批拍拖 但她实在是不忍心拆散 这对外形登队的金童玉女 而两人的CP也很有观众缘 TVB便顺水推舟 安排他们一起拍戏 一起做节目 爱情甜蜜 事业顺遂 不过随着激情褪去 两人因观念差异 渐渐产生下戏 梁朝伟小时候父母离异 家境贫困 早早就辍学打工养活自己 她做过超市送货员 做过百货销售员 一心想着在百货公司升职 当个小主管 因此当上艺人后 她分外珍惜赚钱的机会 接了不少戏约 终日辗转于各个片场 但曾华倩不一样 她从小不愁吃穿 被家人呵护宠爱 就算不当艺人 也可以去当设计师 医生或者继承家业 刘嘉玲是曾华倩关系 最好的闺蜜 见证了两人从初相识 到三度分手的 全部恋爱过程 刘嘉玲与梁朝伟的恋情 公开后 同时失去恋人 和闺蜜的曾华倩 深受打击 纷纷和和六年 这段受到无数祝福的 爱情佳话 最终以苟且的方式落幕 不过就算没有 刘嘉玲的出现 一个不知苦恼 为何物的小公主 和一个是曾经 连生存都成问题的穷小子 也未必能走到最后 多年后 曾华倩也承认 刘嘉玲的成熟和包容 更适合活在 自己世界里的梁朝伟 没能成为彼此身边的伴侣 是遗憾 也是幸运 曾华倩没有事业上的野心 也没有经济上的压力 比起魏博名利 拼命打拼事业的同学 她只想按部就班地 进入人生不同阶段 虽然婚姻失败 但曾华倩对儿子林浩贤 一向尽心尽责 前夫林兆基也曾对媒体说 她是典型的传统女性 非常疼爱家人和孩子 林兆基愿意为母子俩提供安稳的生活条件 但曾华倩还是选择了付出 为了照顾儿子 曾华倩不方便进组拍戏 便接了很多主持的工作 她主持过欢乐满东华 旅游节目 电台节目 甚至还主持过风水节目 她淡出了娱乐圈的中心 生活忙中有闲 把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儿子身上 世事都会考虑儿子的感受 2014年 儿子成为了香港泳队成员 曾华倩更是退掉了 大部分工作 带着儿子到处比赛 但是看似整天围着儿子转的曾华倩 没有放弃自我的牺牲感 接触过她的人 总是评价 曾华倩给人的感觉 总是金贵很多 她尽心照顾儿子 也尽心呵护自己 每天晚上10点钟就休息 最晚也不超过12点 皮肤和身材保养的都很好 拿到一手好牌的曾华倩 前半生毫不费力 难免会恃宠而骄 但也正是因为不缺钱 也不缺爱 她身上全无匮乏感 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向往安逸生活的她 恋爱 结婚 生子 总是快人一步 但不适合也不委屈自己 干净利落的离婚 离婚后她没有从他人 或事业上寻求安全感 偶尔做做喜欢的工作 享受平静的生活 不疾不虚地活在自己的节奏里 她是获得过 无数观众喜爱的大明星 也是从不缺人追的大美女 但她只想过普通女人的生活 不羡慕别人拥有的 不后悔自己选择的 无论在外人看来成功与否 能始终坚持自己想过的生活 也是一种值得敬佩的态度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